近日 各类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被AI魔改的国产老剧短视频 比如《甄嬛传》里的宫斗戏成了枪战戏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突然打起了拳击 不少做AI视频的账号还会在视频里推荐AI网站卖客 那么这种AI魔改是否可能会造成侵权 记者为此也采访到了相关律师 AI技术的一个广泛应用 给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带来了更丰富的多元性 但是它确实会对影视作品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侵权性 首先一个就是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侵权问题 在改的过程当中是否已经取得了作者的授权 那么其次是对作品是否进行了实质性内容的修改 那么第三就是在改的过程当中 是否对作品的表达内容达到了歪曲和篡改 那么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评价 它是否对作品的完整权造成了侵犯 AI暴改影视画面可能会产生的另一种侵权行为 就是对肖像权和名誉权的一种侵害 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它的授权 或者是在改的过程当中 加入了或者是修改了一些 对它的这个社会评价有可能会产生降低 这样的一些影响的一些表达 我们就可以认定对它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造成了损害 那么如果不畏盈利 仅仅是因为好玩制作了这些AI魔改视频 制作者是否能够规避侵权风险 律师对此也进行了解读 这是一个侵权行为 只要你做了这个行为 那么本身其实就已经可以界定为侵权 所以无论是我们出于好玩的心态 来对影视作品进行暴改 还是说以盈利的目的 我们来对影视作品进行了改编和传播 其实都是对著作权的不同程度的侵害 但是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上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如果有盈利的话 就说明你的侵权行为的程度更重 你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大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6月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达2.3亿人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 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将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该如何规制AI内容创作 首先是法律规定 一个是深度合成服务管理规定 一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规定 那么这个规定里面包括涉及到哪些作品 是可以被AI去使用的 比如说对人的声音 什么情况下可以编辑 包括声音在内的一些信息 这得需要当时人的授权 特别是AI作品 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 非常让公众能够发现的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就是这个作品 这个声音 这个图像 这个图片 这个新闻是由AI完成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标记的话 即便你所有的点都合规 你可能也会变成一种违规信息 除此之外 涉及到AI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不要侵害到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比如说有的人 他把这个AI 其实编成了一些 有点像模板一样的东西 有的人可以用这个模板 加入自己想输入的一些文字 去变为这种搞笑 甚至有一些去诋毁别人 做一些表情包 做一些人工问答 AI时代来了 我们可能是用AI可以完成 包括换脸 包括深度合成 包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但是你要最起码要遵守 相关的法律规定 你在遵守这个规定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些工序良俗 包括商业道德 伦理道德在里面的一些东西 如果这样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才是合法合规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